我們回來了 多了一位嘉賓 這位嘉賓就是蔡元村的居民 至外介紹 主持人你好 梁議員你好 黃先生你好 高春香 石江蔡元村關注組的主席 好 你上來當然有話要說 有個時間交給你 不如我首先要問一下 那天你們在立法會示威 現在回去要不需要給口供還是怎樣 暫時是不用的 暫時不需要給口供 就是繼續保釋 是 為什麼我這樣問呢 其實高女士當天都在立法會裏面 是當年直戚鄭宇華 鄭宇華 是這個亂說的 當然我看到也很感動 因為立法會沒有試過 有一個這麼持續 這麼激憤的示威 好笑 通常都是說幾句就走了 這樣 我的感覺是非常之強烈 你想一下他們所面對的問題就是家園被毀 不要搞到差不多被人告都出不了聲 你說是幾可悲的 所以今天再講多一點 嗯嗯嗯 其實可能要和大家交代一下 很多人都以為 其實石崗祥人村的人 就是說這麼持續 這麼堅持 為了這條村 其實不單止是一個家園 是一個感情 等於一個身份象徵 譬如說你是中國人的 你不可能被人拿了你的身份證 改了你叫你做英國人的 那塊土地就是代表著 每一個人的成長 你的後代你的前代 所以是跟給家園更重要 就是可以數算下去 有這個家族的歷史 這件事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其實那件事我心想問 你有沒有想過其實 你竟然可以在這次事件裏面 可以真的是 簡直你有沒有想過可能 咦 上立法會之後你見到官員 抹大牙的數字好像讀出來 然後你直辭其非 你有沒有想過 會有一個這樣的經歷 或者這樣的經驗 有這樣的勇氣 站出來 或者保衛自己的家園 而真的做了這麼多事 其實我們一直都覺得 鄭宇華 就是說 完全是 跟他的積憤不配 因為經過這麼多的 我們的抗爭 和這麼多的訴求 他完全是沒有出現過 或者是沒有正面地 跟村民去對話 這個是事實上 對村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激憤 至於那些假數字 由我們開始面對這件事 就一直都出現 所以這個是政府 是自己造成的 即它累積到一個民怨 是高的程度 因為他女兒都不負責任 其實你整個抗爭的過程裏 當然除了你之外 其實都有很多的村民 很多我知道 其實都是一些公公婆婆 其實年紀都不小 但我想最感動的是 他們雖然已經是一百年紀 但都願意真的站出來 甚至好像上個星期 甚至你們有一些示威的人士 是被警方求留 是 那可否多說一些 即是在9月17日的立法會裏面 是屬於鐵路時小組的開會 我們開會的時候 就好像梁議員那樣說 我們會發出我們的聲音 即是真的對鄭義偉不滿的時候 她說謊的時候 我們會呼叫 那裏面我們都知道 即是說我們當日 總共有15個人是回警署的 而政府裏面公佈 我們自己都知道 60歲以上都是多的 因為我們有一次自己都很有趣 去完立法會的會之後 就想著一起去喝茶 接著我就說 不如60歲以上的那些不用付錢 當然數來數去 只剩下兩個人是不用付錢的 即是兩個人要請完 其他八個到十個 是多的 即是兩個人要付錢 即是以為很多人都不過六十歲 但原來數了手指 每個人都過六十歲 我想有個社會上 有個非常大的誤解 就是覺得蔡元村的居民這樣搞 事不過是想拿最大的利益 就是很多人私立為主的觀念 到今天我相信 香港很多人都是這樣想 你搞這麼多事 最後就是想拿多些賠償 其實呢 這一件事 我也想請你講一講 其實你們的出發點 你們的目的是什麼 其實我們和你一樣的同感 事件開始的時候 已經有很多人跟我們說 你們那裡要拆穿 拆穿就好 有賠償 即是我們可能十個人裏面 有九個人我們碰到 他們都會講的 但對我們當事人來說 是比較激憤的 我們最大的利益 和最大的賠償就是留回蔡元村 就是直接最簡單的 其實我覺得 社會裏面都有另一個 是 不是誤解 是一個邏輯上的問題 就是一個迷思 就是說他們想不通 他就說 很多人就這樣說 發展當然會精容土地 精容土地當然有人要犧牲 蔡元村的人為什麼這麼自私 這個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分兩部份的 我第一部份想請教你 就是其實 要在你那裡經過 第一不是一定要這樣做的 不是說一定要經過你們那裡 可以經過一些地方 是不毀別人家園的 舉個例子 可能是舉例石江的軍營 那個不是家園來的 那個是建築物來的 為什麼不在那裡過的呢 已經是 你說這也是一個事實 現在政府公佈了 民間給了那個優化方案 包括就是我們香港大學地理系 梁啟治 梁啟治 政府都回應了 如果在機場那裡建築 是影響少一點的 一百戶 還有說這一百戶 到底是空屋 沒有人住的 還是真的有一百戶的人 那不是社會 是的 這個也是其中一樣 另外第二件事 就是說對蔡元村不公平的地方 就是我們是未被通知 也都未被知會 是不是 好像橫掃千鈞就殺了你 完全是措手不及的 但是另外原居民 他們就會被知會 這個已經是見到的 第一件事不公平 第二件事 明眼的人 有見識的人 就是你懂聽 你懂看 你都會感受到就是 為什麼原居民 就是說一個都不會影響的 條線真是值得這麼厲害嗎 都是值得人去質疑的 就算連他們的倉 即是說他們在租用的倉地 有經濟效益的地 都不會徵用的 這個是對他們公平的地方 這個是一個政治的決定 我覺得 因為他們似乎 不是很想得罪原居民 當然 所以我覺得 大家應該了解就是說 蔡元村的居民 是無可選擇 是給政府單方面 決定他們家園的命運 這個是很多人的誤解 就是說 為什麼你不肯犧牲 其實這個犧牲是無需的 是不是 就是沒有必要的 是不是 還有一件事 我想都很重要 就是說 你經常用犧牲 作為一個理由 要別人去遷就 但是 在整個過程裏面 其實你不尊重當地居民 財元村居民的感受 經常用這些字眼去壓下去的話 會不會其實都是一種 政府經常用的一些伎倆呢 要達到某一些 他自己要的目的 就是我已經不再說 他整個工程背後 究竟他寫出來的數字 他各樣東西 究竟是不是真確 那我們不如這樣 在第二節回來 再請教一下高女士 好 一會見 Lun Sang アーティ HHH қ�